第三 健康的团体生活 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 有人说 那我信了主 既然基督教的核心 是人和神的关系 那我自个儿就也不用参加团体生活 也不用参加教会 我就自个儿在家读经祷告 不就完了吗 实际 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参加团体的生活 不参加教会的服事 我们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 我们真觉得很爱主啊 主在实际上救了我们 把命都舍了 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献给主的 把自己生命献上的都再说不辞 觉得下了决心 可是你要真正进入教会团体的生活 才会发现 自己还有好多地方需要被神对付 为什么 说实在的 教会团体的生活最大的难处 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参加了教会 参加团体的活动 免不了就要受批评 就要被误解 被人冤枉了 我就是心里愤愤不平啊 这就发现我们生命中还有好多地方需要被神对付 有一间教会 对不起 对不起 有一间教会 他们刚选举了掌职 第一届掌职 选出来以后呢 就决定 一个执事就决定 把他们家庭开放 第一次掌职会 就在他们家开 正是大冬天下的大雪 大伙都去了 没想到刚开的会没开到一会儿 就落翻了 这个接待的朋友 这个姿势一站起一拍桌子 我宣布 我离开会场 退出会议 哇 大家都傻在那了 他一宣布离开会场 我们怎么办了 结果一会儿可是胜利赶着到回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不对 我应该继续参与会 大家说都已经很好了 你们说 Go out off you 你让我们赶出去 我们往哪去啊 下的大雪 好在你没帮我们赶出去 那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长老执事啊 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 公司的director啊 这个经理啊 大学教授啊 在社会上都是 自己说了就算数的 一拍板就算数的 今天的教会 居然我说的话你不听 这很受不了啊 很受不了 这是什么 这就叫铁磨铁 是您讲的 一定要磨出火花来 把你所有的棱角都给你磨掉 你没有这个团体生活 你不会体会到这样 所以后来 他们就慢慢学会了 在开长生会的时候 听见有不同的声音 很虚心地听听别人的意见 听完了以后 如果还答不了协议 他们就祷告 祷告还不行 那么再继续祷告 过几天再开会 所以慢慢地 弟兄姊妹 长子之间的关系 慢慢就融洽了 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对付 虽然我们想荣耀神 可是我们自己的 老我的东西还在里面 所以 做一个基督徒 他要想真正的生命要成长 他一定要进入团体 那么既然团体的生活这么重要 我们怎么能够保证 我们的团体生活是健康的呢 保罗在菲利比书二章三到五节说 他说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负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 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就是过团体生活 最根本重要的事情 就是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根据我这么多年 服侍主 给弟兄准备交谈 我觉得过健康的 正常的团体生活 有几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不要对团体 或者教会 保理想主义的态度 尤其是很多第一代基督 像我们这样 父母都没有信主 过去从来没有基督教背景 第一代信主 那根据我们的理想 想法 那既然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从人得救 每个基督徒都一定 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 所以团体和教会 是应该一片净土 应该完全是超凡脱俗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明镜的教会 时间一长 发现咱们教会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人之间的 很多矛盾 还是有世俗的印记 所以有时候就 有人就感到非常的 主上 非常的困惑 甚至有人就开始在怀疑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正有圣灵的敬重 真正有主耶稣宝血的捷径 很多人很困惑 就这个事情 我曾经和一个台湾来的牧师 谈过这个问题 我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台湾牧师天天他笑笑 他说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从小 就是一直在教会生长大 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 我倒觉得现在教会一天比一天好 哇 你会看见 这两个你看的角度完全不同 那次就给我很大的启发 角度完全不同 但是你会发现呢 都说明 教会和团契 并非是世外桃源 为什么 首先 我们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的脑子生命 并没有立即死掉 正像佛教所宣称的 放下屠刀 离地臣佛 今儿你一信主 明天就变 不会 新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脑子生命不会马上就死 但是当我们新的生命越长越大 脑子生命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有两个生命交战 马上书第七章保罗讲的 两个律的交战 就是指的基督徒的情况 所以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是父母给的 属血肉的生命 可是今天信了主 神在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 所以这两个生命在里面就要打仗 那就要看我们是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去走 还是顺服情欲的带领去走 如果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去走 我们的生命就越长越快 新的生命 如果我们一直顺到情欲去走 我们的脑子生命就永远死不掉 新生命长不起了 所以既然有脑子生命还在里面 当然他就会留下一些世俗的痕迹 所以 有些木道朋友他觉得 我为什么要信主 我看有的基督徒还不如我 可能的 有的基督徒可能道德水准还不如你 可是大家知道 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 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水准比谁高 乃是他愿意心甘情愿 自己是个罪人 愿意接受神的救赎 你的道德水准可能比他高 但是你还是一个罪人 昨天我讲了 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 都是罪人 所以有人说什么 要找罪人去教会 要找义人去监狱 监狱的人都说自个被诬陷了 被诬判了 他自己都是好人 你要找罪人就到教会里去 公开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 所以不要因为看见基督徒身上这一点那一点不完美 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需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教会史 两千年的基督教会史 你会发现 哇两千年走得磕磕碰碰的 也有很多黑暗 很多事外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两千年 人的这么多软弱 这么多失败 教会不仅没有垮 而且教会越来越壮大呢 是因为教会的元首 是耶稣基督 是这位真神 他能够带领我们 从黑暗 从失败中 重新站起来 人的软弱和神的刚强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团体 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痕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尊耶稣为大 能够顺服他 我们教会会不断的壮大 不断的发展 所以不要 这是第一点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有待不断的完善